我剛有一個同學先走,他拍紀錄片的 阿雄現在先走,他本來有留一個問題想要帶問 其實他喊到,其實應該是去年啦 是萬榮會議六十週年 然後其中有一個,他們問到底問什麼 他寫了一大堆 那個萬榮會議大家知道嗎 就是 我想請阿波解釋他很難講 從萬榮會議講到周子余好了 講到選舉,講到今天選舉 然後講完就可以讓你去搭車 你先講萬榮會議好了 天啊 我要回顧一下怎麼寫萬榮會議 我去印尼就是第一次去印尼的時候 會有參加特別去萬榮 對,就是有一個政治sense去萬榮 就是 是印尼的萬榮,不是金耶 對,印尼萬榮 就是對,一個度假聖地 然後,喔對,我就第一次搭火車 就從雅加達做到萬榮 然後,我會去那裡就是因為萬榮會議在那邊舉行 萬榮會議 我有點忘記1950年代 就是周恩來去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 其實,在我書裡面寫 其實那個時候,因為二次大戰之後 很多國家都紛紛獨立 然後獨立的國家大概多到一百 一百多個國家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因為 就是 中國 很想要當 就是因為要共產國際嘛 要當霸主 所以他去開了一個萬榮會議 去組成我們現在在講的第三世界 其實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是 是他要組成一個聯盟 然後,這些好處是什麼 大家想想看 就聯合 當聯合國 本來假設只有幾十個國家 擴增到幾百個國家的時候 而這些國家大部分都是我 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好朋友的時候 對,那到底是哪一邊擁有權利 那我覺得 我不知道他的問題是什麼 可是,我要說的是 其實從那個時候 中國跟東南亞的關係 一直延續到今天 可能他一帶一路 或者是東邪十加一等等 就是他們的互動都還是有 包含其實 在追溯到更早是正和下西洋 或我說大航海時代 其實他們就有通商 這些關係其實 都含納在這裡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問萬榮會議 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以扯到周子瑜 反正 我要說的是 我要說的是 有時候 有時候我自己 非常深切的感慨是 我們大概 都只看到幾個大的國家 我們以為我們跟他變成好朋友 美國、日本 或者是 中國 就是這樣我們好像就可以 有一個什麼樣的位置 可是其實在很早以前 周恩來他們就非常有元件 或者是我說其實他們 要 或日本他要鼓吹那個大東亞共融圈 其實他們都非常有趣 就是把這些人從一個大的 勢力手上拉出來的時候 當他們成為獨立個體 而我們跟他變成朋友的時候 我們才是一個堅強的 面對一件事情的 的同盟吧 應該要這樣說 那我今天不是要講什麼外交 或是國際什麼關係 我要講的是文化上的 因為我常常就是 如果有聽過 我演講都會知道 我每次 我每次去 國小大 不是國小還沒到國小 高中大學 我都會問一件事情 就是在談東南亞的時候 我都問大家說 我們到底是 東北 請大家舉手 就是我們東北亞請舉手 東南亞的請舉手 大家都不會舉手 然後我就說 那你們不舉手是怎樣 然後就會有高中生冒出說 我們是東亞 就是 你知道教科書看太多 對 他就要有一個標準答案 我就說那 你總有心態上 或你感覺上 你自己比較傾向哪一邊了吧 然後就會大概一半一半 另外一個可能會覺得 我們好像地理位置 比較靠東南亞 所以我們是東南亞 然後他厲害一點 會跟你扯南島民族 對 然後有的會覺得 我們比較偏東北亞 然後文化上什麼什麼的 對就非常多理由 然後我其實想要 想要藉著問題 是讓大家去思考說 我們其實就在一個 我們可以往北連結到 東北亞 我們有日本殖民 我們可以往南拉到 其實大家看很多書的話 會明白的知道台灣 其實跟過去 從很早之前 就跟東南亞是有關係的 因為他位置的關係 包含我們蘭語跟 菲律賓巴丹島是同樣語言 對就是等等等 相對或是同樣西班牙荷蘭殖民 所以有互通的一些元素 甚至很早很早以前 我們就菲律賓移工 印尼移工 這都不用講 或是甚至我們自己也跑去東南亞當移工 就台灣人 對這些互通關係都一直在 可是我們常常默示我們歷史上 或是我們生活中 所有東南亞的因素 然後我們一直覺得那是 另外一個世界的 好像我們生活中不存在 其實我們台灣 就是有美國日本 就是我們到哪裡都會覺得 如魚得水 好像就很自然的融入當地 是因為我們都忽略掉 我們生活中 本來就有這些的存在 這樣子是不是一個很真實的ending 所以阿雄的問題到底是什麼 他那有點複雜 我剛剛就再仔細看一點 因為他要談萬榮會議裡面 其實萬榮會議是相對左派的一個會議 不過其實裡面也有右派 那個台獨的去 可是在陳光新他們最近出的一本雜誌也沒有 他想拿著跟你討論 不過我覺得這個要他自己跟你討論才行 那 好的 和你吧 那個 你還可以留嗎 還是你也要 我沒有要講什麼 可是大家可能可以再 可以再跟他對話一下吧 那那個 那我們就先 拍拍手歡送 歡送阿婆 有沒有其他的 想要跟佑金談的 還是剩他一個人 分享 好 分享也可以 好 我先自我介紹 就我本身是在醫院工作 然後因為就是學校的關係 就是 就是其實我是在 大部分是在農民醫院工作 現在是在市醫院 但我現在在農民醫院工作 然後就我之前有照過一個農民貝貝 那個故事來源 起源是這樣 就有一天晚上 那天我還沒有值班 因為晚上的時候 就是護理師就跟我的一個女生的同學講說 那個貝貝已經連續九個小時沒有尿尿了 然後 有人九個小時沒有尿尿的話 就是我們會覺得說 欸 狀況不太對 所以不管到底是什麼原因沒有尿尿 我們就決定說要去幫他放一支尿管 然後我那個女同學 我覺得到 因為那個貝貝這個躺床 其實神智不是很清楚 就是時好時壞 達別所問的病名 然後到了躺床 旁邊大家看的時候 就發現說 他的就是那種 性器官那邊 就是非常的堅硬 非常的堅挺 就覺得 然後我同學就嚇壞了 一個小女生就很害羞 然後就很害羞地跑掉 就說 那我半個小時再來放 然後之類的 然後他半個小時後再來 然後就發現說 哇怎麼還是一樣硬梆梆 然後因為這樣的話 他尿管就很難放進去 然後他這次還是很害羞地跑掉 然後到重複 這樣大概重複了三四次之後 結果他終於身上 開始有一些專業素養 就是 專業素養開始大過於害羞那種情緒 結果他終於想到說 不對照片有問題 這不是 這不是他想的那種很害羞的問題 這好像是一些 有一些真的有什麼很緊急的事情要發生 然後 但是那時候 因為確認說都沒有問題 然後到了隔天 就我們本來照顧他人區 然後我們就發現說 我們都無法解釋 然後找大學長大醫生來看 都覺得說這很奇怪 然後我們就很閒 他也來點出 他的一些拍的影像的報告 然後就發現說 他的生殖器那邊 有金屬的植入 金屬的鹹影 非常地強 好 這個時候故事要先開 先回頭講一下 貝貝人生的背景 貝貝人生的背景 貝貝人生的背景是 對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七十幾 七八十歲的農民 然後狀況不是很清楚 然後就是 那種意識狀況 不是很時好時壞 然後還有兩個長得很漂亮 然後年紀跟我差不多的女兒 就二十幾歲 但貝貝只有七八十歲 但是他們兩個女兒都叫他貝貝是爸爸 所以代表說貝貝是老來的兒子 然後我們從來沒有看過他的媽媽書洗過 然後我相信從他兩個女兒的輪廓中看起來 應該是 就是他們應該是混血兒 但我不知道看不出來混的是什麼 混的是哪一組 但是我覺得看不出來是混血兒 然後因為後來照顧的過程中 跟他們女兒會有聊天 因為那兩個女兒 依照我在醫院照顧老人的經驗 我覺得來的頻率真的超級高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很少見過有人真的這麼孝順的 然後我就 我後來有問過說 後來因為大家很熟 我就一直問他說 我真的很少看過有人像你們這麼孝順的 你們怎麼這麼常來 然後 他們就說 他們只一直強調說 對他們也年紀他們 對他們爸爸年紀他們差得 但對他們很好 然後 後來就是我們開始 然後後來就好故事要到我去 你們那邊 結果那個 結果後來那個金屬直路 我們有去請教 就是一些老的泌尿科的醫生 然後他們有說 就是看北北的年紀 他們有 他們不能假設北北一定那樣 因為北北已經無法為自己表達意見了 他們說他們有看過一些例子是 就有一些老農民 就是因為一開始戰後就是 戰後就是 國民黨就帶了一八堆人來台灣 然後就說 叫大家不能成家立業 因為我們還是要回去中國 然後覺得大家生家立業就有負擔 然後所以他們都年紀很大 都沒有結婚 然後老農民 有些可能在六十歲 有些可能在五十歲 有些可能在七十歲都還沒有行 但是慢慢的 老農民慢慢發現說 嗯 政府是好小夥的 然後 然後所以他們就會去想要找另一班 然後就想要結婚 但是 很容易的就是在這個時候就會不行 就是到底男生在幾歲不行 有一個簡單的判斷法則 大概就五十歲的時候會有五成不行 六十歲的時候會有四成不行 七十歲的時候會有三成不行 所以那個農民我不知道在幾歲 但是總而言之 就是老密尿科技證的說法是 有些農民卑卑 就是為了說讓自己能行 不管是為了讓太太的性滿足 然後或者說是他想要有下一代 就不管是什麼原因 他們就會去接受密衣的建議 然後在裡面用金屬的植入物 然後用這種方式的話就能夠形狂 然後就能夠有下一代 然後所以在對照後來說我覺得 嗯 然後因為我想法都比較溫馨 所以我故事傾向的是 就是貝貝想到我是後者 就是想要有下一代 因為據那兩位女兒說法就是 貝貝對他們非常好 就一整個洋溢著老來得子的喜悅 然後我從來沒有看過那個老婆婆太太出席 言談中我從來沒有聽過那兩個女兒講過話 所以我相信那個太太應該大部分的時間是 爺爺撫養那兩個女兒長大的 然後這個樣子 對對對 然後這個我看 然後如果說剛剛講到龍靈伯伯 就是最早的時候就好像另外一位講 就阿波他有講到說龍靈伯伯的想法都很乾淨 然後都很善良 雖然他的想法很多跟我們不一樣 然後我想到的是有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客觀的數字是 像就是醫學系的學生在學大體結果學的時候 就是都一定要有所謂的大體老師 台灣的大體老師就是能夠被你解剖 主要有三個來源 就因為那個時候我有去 就是那一年戲上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大體老師玩了之後 最後就去辦一個公寄 就是我忘記哪個學校開始了 然後後來其他學校覺得很有意義 然後就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那時候公寄的時候我就負責 所以我就去採訪 就是那些那種兼大體老師的家屬 然後後來我們就得知大體老師有三個來源 第二來源就是實際的師姐還有師兄 就真的很了不起很厲害 然後我也不知道實際的醫生到底什麼勸募的 所以實際的醫生的 實際醫院的醫生可以勸募到台灣最多的大體 然後第二個族群就是酒鬼 就是鹿島的酒鬼 然後因為你也找不到他的家人是誰 然後按照台灣現在法律規定的話 如果找不到的話 就是 我開始想到這可能有法律的漏洞 但是很多很多鹿島的 然後沒有人認領的 就會變成大體老師 然後第三個來源就是農民卑卑們 就是農民卑卑當一生孤家寡人之類的 所以就會變成那樣子 然後所以那一年我們班就是在那種 就是那個大體工技上 我們班上台製成 他的講稿裡面 然後就會寫說就是 說雖然說你的政治立場跟我們不一樣 但是 然後雖然說你是負責國民黨的 我們可能是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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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 比較好使壞 然後有一次我們就 因為我們通常醫生在檢驗 就是那種神之狀態的時候 會問他說人是死地屋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就有問他說 這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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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接下來就問他說 你老婆是誰 然後他還是講一些就是很奇怪的話 就是他們 有些那個時候講話其實蠻實意的 像他們就會講說 就會問他 對比你今天怎麼樣 他就會跟你說 當我去小編的時候 我覺得全世界下雨 我覺得好使用 我覺得好失意喔 然後那次伯伯問他的是說 那個時候問伯伯 因為實在每天查房都要問問題 然後不知道問他什麼 伯伯就說伯伯現在總統是誰 然後伯伯 忘記伯伯回那裡在講什麼 然後的時候覺得伯伯實在講不出來 然後後來就我們旁邊的學弟 然後就問伯伯說 伯伯那現在台北市長是誰 然後伯伯突然眼睛展開來就說 柯文哲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就覺得 白色力量真的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力量 沒有問題我們再請優金做一個Ending 好吧 好 反正我覺得其實這年頭好像會來到現場 然後 然後 那你們到底為什麼 對啊 我也不知道大家為什麼 其實我自己 完全都不去新書分享會的 對 除非是為了了解一下人家怎麼開新書分享會 不然我一般來說我就覺得 這本書不管哪本書 我自己看然後我自己說我就是算數了 我完全不管別人的意見的 對 這樣子太不可取了 但沒關係我覺得 反正喜歡那本書的人跟喜歡我 對 或者說 對 如果喜歡我的話拜託也買這本書 這樣子 我突然間有點擔心了 反正就是我覺得其實應該應該大家都其實或多或少就覺得想要把寫作這門技術就是 對啊我覺得搞不好大家都都是很能寫的 對啊然後 或者有人只是在謙虛之類的 然後就很開心可以認識大家 大家千萬不要害羞這樣子 對 怎麼會這麼麻煩呢寫作這件事情 對 稀有動物 大家有理想的一起燃燒到最後好了 就差了 完全運動 好 謝謝